大家好,我是一位移民渥太华,办公室的支牌顾问明杨,上次给大家说了一些意义里面的很多客户的咨询的问题和答案,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来讲这些。 下一个问题就是例如说,我目前还没有达到一年的工作经验,我是否可以先申请入职?这个答案是不可以的,因为当你去申请入职的时候,你就会发现系统会告知你目前并不符合入职的条件,也就是说你是系统根本不允许你入职。 当然有些申请人他可能比较灵活一些,说我就创造条件让自己满足条件入职不就可以了吗? 就例如说你的工作经验是20年的1月份真正开始工作的,理论来说你是到21年,1月份满足一年工作经验,你是符合入职的标准对吧? 然后申请人说我19年6月份我就在这里工作了,这样的话我到20年的6月份我不就符合这个入职标准了吗? 我现在就可以入职了呀,但问题是你入职了之后你收到了邀请,你之前的6个月没有工作经验的这段工作证明你是如何来证明呢? 如果你证明不了的话,你即使收到了这个邀请,你的这份移民也是没有办法提交的,这样的话你相当于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,你需要重新再做一遍这样的申请,我个人认为是得不偿失的,我个人也不建议这样来操作。